还是需要什么 需要把那个目录里面的档案先输出 然后复制贴过来 可是你想说老师这样很麻烦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我不要做那个 在豆子底下 因为常常会忘记 或者说这动作的话 有时候还是挺不方便 有没有什么方式 不需要做这个动作 也可以最后合并 最后的档案 当然可以 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可能要学会用 叫多快回圈 那这个多快回圈的写法 基本上呢 其实跟什么呢 跟那个 Python里面的快回圈 其实异曲同通 只是说他的名称叫做多快 他名称反正每一个城市语言 他就喜欢取什么名称 这个我们也管不着 因为这个是比尔盖茨 开发出来的 叫basic语言 对不对 所以比尔盖茨会这么有钱 也不是没有道理 他就是设计规则让你去follow 所以聪明的人就是设计规则 那我要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demo一下 最后完成到 其实你会发现 只是把for回圈 改成do快回圈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如果为tru的时候 就进到底下去 帮你合并 如果为forse forse意思说找不到档案 那就跳你回圈 就不合并了 OK 那我们再demo一下 这个地方 第一个 我们就再也不需要这个dir了 有没有 OK 不过dir这一招其实还蛮好用的 但只是说你要点这边一下 打个cmd enter 它会跳出来 不过这也是一种方法 反正你的方法越多 以后呢 就可以见招拆招 有些简单的事情 干嘛一定要写程式 对不对 这个do's也蛮好用的 也是一种解法 把这删掉一下 诶 里面已经开启了 先略过一下 OK 那所以这个o部分的话 我看一下 是不是因为这个档案 这个已经开启了 所以 我把这个程式 先复制 我再关闭它一下 因为它已经另存过了 把它先删除一掉 然后呢 我开这个档好了 OK 然后 所以你们将来一定要先存档 存档之后的话 再去执行 不然它save as之后就 它可能就帮你又存成了什么 叫那个o.tst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再来执行一下 理论上就是 跑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结果 理论上 这里面的这个 这个目录里面 把这个目录打开 里面本来没有o.tst 那执行的话 这个地方 那里面到底有哪些比较大的差异 我们再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是直接拿上面这一段层来修改 那我改了哪些地方呢 把它复制贴上 第一个名称把它改成度 因为这个是度回圈 名称不能一样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回圈本来是抓什么 抓我们前面的这个地方 我们是预先贴上的 那度回圈就不需要了 所以度回圈的话呢 其实你直接怎么样 把这一行直接删除掉 或者前面加一个单 你知道好了 把它当注解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第一个呢 我要先去找到那个目录 所以我现在不是去读前面的 那个档案名称 而是我直接去抓那个目录里面的档案 所以我前面可以先建一个file的变数 这个变数名称自己取的 然后利用那个vba里面的一个函数 点什么呢 诶 点dir 诶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 vba里面所有的函数都列出来 你可以用vba点 当然这个vba点你这样不打也没关系 刮壶 ok 刮壶里面的话呢 你就跟他讲一个目录加什么档案 所以我可以把底下这个c冒号斜线这个 再加一个根目录 把它复制过来 那我要找什么呢 所有所有的stop 点 tst ok 那就告诉他说 你帮我把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tst 帮我一个一个找出来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利用dir 他就会帮你去把目录里面 只要是tst的档案呢 就会丢给file 那他会先抓 第一个 也许是三重点 三重点tst 所以呢我们得到这个档案之后的话呢 之前是去抓那个shits1里面的那个idea的a栏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办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file就可以了 ok 那他就会怎么办 帮你把那个档案先丢过来 然后他去抓 其他都一样 第二个要改的话 如果你 这个地方哦 那可是问题来了 他 这一行只会抓第一个档案 那之后的档案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加一个回圈 do file 跟他讲说哦 你要 再继续帮我往下找 找到当什么呢 file 如果不等于 空的 意思就是说呢 他有找到档案 比如说第一次找到 假设是三重 三重是不是空的 不是 所以把三重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可是接下来下个档怎么办 特别之后 下个档 那个我们刚刚这个地方 如果说 我要去抓下个档 特别之后 第一个 do file 他的回圈 后面的部分 要把它改成loop furnace do file 加一个loop 那在loop的上一行 你可能要有个叙述 就是要告诉他说 请你再帮我往下找其他的档案 所以你一样把file放前面 等于什么 等于DIR 然后小刮斧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你不用再重新给他后面这一串 你给他一个DIR 他就会去往下找下一个档 下一个档呢 他就会又回到什么 回到这边 下一个档有没有找到 有 比如找到中立 然后又把中立打开 要合并 然后再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直到什么呢 直到他一直找 找到没有了 没有他就怎么样 如果找不到呢 他就最后变成空的 他就是DIR 没有了 他就回传没有 没有的话刚好是什么 刚好到这边逻辑 他里面是没有 那就是 回圈为force了 force的话呢 当然就什么 就跳离回圈了 最后呢 就帮我把它存档起来 不过存档我先 最后先不执行好了 我们先大家来看一下 结果一下 我们先把它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把它合并 不过刚刚 我先测冲断点好了 里面上应该是ok了 不过刚刚跑慢 反而不ok了 执行一下 暂停 好 那我可能 我再把它save一下 刚刚可能忘了把它启动起来 好 这边一定要启用 这个一定要启用 好 因为我们这边是2007的 所以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可以跟阿爸执行一下 这边设中断点 设中断点 这个地方 file这边 等于DIR也在把它设个中断点 那接下来这边 第一个 我先停在这里 按一个8 那你可以看到 file目前它找到什么 有没有 它找到第一个 就是三重点tst 那它是不是空的呢 它不是 所以它进到回圈 所以把三重打开 做什么呢 诶 资料读取 诶 三重就过来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R去侦测目前的 控制向下 再加一个 所以你会把他抓到的位置 应该是56 所以这一行的话呢 R应该是f8 56看一下 应该是56 ok 那这一行关键哦 就是说 如果你要继续往下 找下一个档案的话 就直接给一个DIR的函数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呢 f8 抓到有没有下一个 诶 中立找到了 有没有 所以呢 在f8 上一个 啊中立是不是空的 不是嘛 所以就把中立又打开了 所以它把资料呢 又放在哪里呢 诶 这个的下面 所以你要把56往下 所以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其他都一样 所以呢 你可以 知道什么呢 里面是空的为止哦 所以 找到没有为止 ok 那表示说 诶 全部都帮我 就合并过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一样哦 比数呢 一样是1315列 ok 所以基本上哦 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一样可以把我们最后的结果 给合并起来 当然最后如果说你希望把它另存新档的话 那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前面部分哦 你再加一个什么 ActiveWorkbook.save as 给它一个档名就可以了 把它存出去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 XLTES 当然未来如果你要存成其他格式啦 我刚刚讲过 ActiveWorkbook.save as 上面 按一个F1 那其他的话呢 你可以用什么 这边其他的话 你可以再去看一下那个 File Format 里面 他有其他的哦 这有什么CSV也可以啦 或者是其他的那个 Excel格式 这边也可以 每一种相关的 不过不见得每一个都会派上用场啦 不然至少你将来要找的话 可以从这边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一些相关的 Format 那请各位试一下 不过我这一段程式 我是把它放在比较下 我本来是想说 把那个Dictionary讲完再讲 不过我发现还是一个连贯性比较OK 所以请各位哦 待会要找的话 请你往下找 就是往下拉 跳过Dictionary之后 本来我是想说讲那个OS套件 然后再来讲 因为在Python里面呢 如果要用类似DIR 这样的功能的话 它不叫DIR 它叫OS.Work OK 两者其实还蛮像的 只是说用法稍有不同 OK 那这边的话呢 你就往下找 往下找 就是在这边的下一个部分 就是VPA在这里 OK 我刚刚写的一模一样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来 写一下 所以用DIR 用DoFile回圈配合DIR 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把某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 那档案的话你可以后面 sur.txt 就是所有文字档 如果 sur.xl xl 那它就会把 xl xl 全部帮你把它列出来 所以如果你信号点信号就指的是 所有的档案 反正哪一种类型不管 只要是档案都帮我列出来的话 那他就会帮你把你需要的那些档案 全部帮你把它找到 并且丢给前面的file变数 file变数呢 再去开启你要的档案 OK 那用do file 就是如果有档案 那就就把它开起来 直到没有而已 没有的话 已经找不到档案了 他就会回传 DIR就回传一个空字串给你 所以我只要判断 他不等于空字串 他就可以把那个档案开起来 这一招非常的好用 如果这一招你会 以后呢 举凡所有需要 你只要给一个目录 他就帮你把那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 全部都找到 那你可以做后续的处理 比如说像以前你写过 比如说把所有的 easeo里面档案 假设里面有些关键字 我们如果要找每次都把它打开 全部都要再放一下 那你就不用了 你就是写一个这种回圈 然后给一个关键字 他把里面找到的 告诉你哪个档 列出来爆表就OK了 你就不用说一个个慢慢把它开起来了 或者甚至是关键字 关键字里面有什么 或者是类似你要找 你就不需要逐一逐一的就开档 所以这部分的话你可以用在 像合并大量的那个档案 就可以用类似的概念 其他还有像什么呢 像删除档案 复制档案等等的 其实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去做到 OK 试一下